接下来关注国际焦点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地面攻击 丝毫没有停手的打算 不仅对黎巴嫩拥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轰炸 而且还在距离贝鲁特不到10公里的小城市空袭 而在此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11次到访以色列 要求以色列停火 但是再度踢铁板 布林肯同时还质问以色列是否真有所谓的将军计划 也就是以色列立场激进的退役将领们 合理拟定的计划 要求围困加萨北部 还有彻底歼灭哈马斯 尽管以色列已经拒绝了这份计划 但美国似乎还是不太放心 黑夜里爆炸巨像再加上血红火光 以色列再对黎巴嫩南部空袭 只见现场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还有碎石块不断喷飞出来 以色列对黎巴嫩轰炸不手软 就连被列为联合国世界遗产的2500年古城 泰尔都难逃战火 原本风景优雅的港口古城突然间浓烟密布 现场媒体记者镜头快速反应拍下被袭击瞬间 民众急忙跑回家才知道自己的房子被炸垮了 只控以色列先射箭再化吧 但是乙军宣称成功揭灭掉三名真主党指挥官 不过也引来真主党的盟友回击 朝以色列南部埃拉特发射无人机 更让以色列坚定要向伊朗报复的决心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预告 接下来对伊朗的报复 会让全世界看到以军实力有多坚强 同时以色列还揭开真主党的金流秘密 指控伊朗靠着向卡达叙利亚等国 贩卖石油资助战争 金钱从海路两路进到黎巴嫩 情势看来丝毫没有缓和 以色列台拉维夫也因为遭遇火箭炮来袭 警报大作 而此时刚好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访之际 布林肯又是一次封城仆仆的中东行 第十一次的出访 等于是每个月都到以色列的密集频率 依旧踢到铁板 甚至还传出以色列一群立场激进的退役将军们 提出一份所谓将军计划 要重新围困加萨北部 这让布林肯很紧接 尽管以军否认会采用将军计划 但是美方不肯大意 布林肯在以色列之后紧接着就造访沙鲁阿拉伯 拜登政府试着为中战后的加萨和中东关系重塑铺路 但重点是现阶段看不到任何希望 加萨北部的贾巴利亚奈民营 大批民众排着看不到镜头的队伍 在抢水抢梁时 又是再一次落空 这里的医院血库已经见底 不见医护人员 加护病房里的重伤孩童奄奄一息 只有绝望 以军宣称在本周开放了47辆物资卡车进入 但是加萨卫生部和联合国却说过去18天来 都没有任何人道物资抵达 双方又一次的互相指责 无辜平民的苦难永无止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政府首都的证实 北韩向俄罗斯派兵 北韩士兵搭乘军舰前往海生 为正在俄罗斯东部受训 这也凸显了俄军在战场折损严重的事实 而一名俄军指挥官还自拍影片抱怨 炮兵火力全开 被瞄准的目标地立刻毁飞烟灭 俄军在乌东盾内侧客地区朝乌军 不只发射D30榴弹炮 还有阿卡提亚自走炮 俄军三面围攻盾内刺客桌的小镇赛里多夫 经过激烈的地面战后 在赛里多夫的建筑顶部插上俄罗斯国旗 这是位在乌东前线盾内刺客桌的战略小镇 拿下赛里多夫之后 有利俄军往更重要的大城波克罗夫斯克推进 乌军顽强火拼到底 国民警卫队员开着装甲车 冒着俄军攻击火力 奋勇突破赛里多夫的居民区 就算当地被插旗 乌军人不放弃 面对俄军出动 七辆坦克 十一辆步兵战车 乌克兰部队摧毁两辆坦克 以及五辆步兵战车 同时逼迫两辆受损坦克撤退 歼灭28名俄罗斯士兵 黄色的圆圈中 一名乌军独立突击营的士兵 单枪拼马出击 消灭俄罗斯突击小组 打伤四名俄罗斯士兵 甚至击毙一枕 在乌东另一个激战区 两军近距离枪战 俄军指挥官富商躲起来 派下阵亡士兵的遗体 猛烈的炮火声 让二军士兵受困 无法撤退疏散 他抱怨领导层 只为了取悦普钦 设下不可能的任务 俄罗斯突击队的指挥官 自拍坦诚 前线人力根本不足 难怪普钦 向小弟北韩搬救兵 美国国防部长也证实 从十月初到十月中旬 北韩派遣至少三千名士兵 到俄罗斯海深威 但是还不确定 是否在送往西边 参战乌克兰前线 美国白光认为 俄罗斯跟北韩军事合作 将围解欧洲与印太安全 而且违反联合国安理会 多项决议 预告将有重大制裁 并加大军援乌克兰 同时南韩总统尹习岳 紧急热线北约秘书长 北韩派兵支援 险见俄罗斯遭受巨大的伤亡 但是普钦还不肯罢休 令北约各国更加忧心 装甲车快速移动 发射空弹演习 这是瑞典军队 今年才成为北约 第32个会员国 将派600名士兵 加入北约军队 部署在拉图维亚 因为拉图维亚跟俄罗斯接掌 而暂时曾遭苏联病吞 现在很有危机感 要齐心抗俄 加入北约也是乌克兰胜 清单中的首要项目 俄罗斯嗆瞎 基辅入北约不能也不会成为俄罗斯谈判议题 更是针对俄罗斯的恐怖活动 虽然北约内部还在讨论 但随着北韩高调兵员俄罗斯 北约挺务力道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提北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知道全球电动车的市场竞争相当激烈 不过特斯拉第三季的财报 在净利润上面依然超出预期 营收达到251亿美元 交车量增加了6.4% 特斯拉日前秀出无人计程车 概念车款掀起讨论 第三季财报刚出炉也有好消息 特斯拉第三季的营收超出预期 来到251.82亿美元 期间更交出46万2890辆的电动车 即增长6.4% 这也是特斯拉今年第一个季度 交车数上升 马斯克想实现科幻剧情 不过实际成果美国媒体认为有待观察 CNBC还整理出2014年起 特斯拉关于自驾能力的票票记录 尽管一份2021年的消费者报告 曾称特斯拉全自动辅助驾驶FSD系统代表技术的成就 但想百分百全自动开车 似乎还有困难 不过马斯克还是进一步提出了 无人计程车构想 甚至认为未来的车主不开车的时候 都能把自驾车转为出租车 接单做生意 特斯拉最早在2015年推出自动辅助驾驶 发展至今则有主动式巡航跟车 车道居中等功能 升级版本也能自动变换车道 智慧召唤和观看红绿灯 只是这整个系统还是标注上是监督版本 代表无法百分百自驾 专家也质疑特斯拉越来越基于 视觉导向的辅助驾驶可能不够安全 像是可能因为光源判断错误 把公车上的广告人形图误认为真的行人 其余道路的状况 特斯拉系统显然还在边开边学 截至今年10月1号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就记录到1399起开启FSD 或自动辅助驾驶有关的车祸 当中还有31起涉及人员死亡 相关的性能还是备受考验 马斯克所谓未来所有特斯拉电动车都能化身无人车 让车主赚外快叫车的想法也受到质疑 因为特斯拉都没有提及与乘客权益相关的配套 究竟是否真能在2026年实现量产无人计程车 车主抱持怀疑态度 最近马斯克更因为政治立场登上媒体版面 他因为喊出对摇摆州选民抽奖送百万的做法 遭质疑会选 马斯克想做自己 但投资人恐怕不太放心 担心品牌的形象受到冲击 又会影响股市的表现 电新闻 送货导 日前台风来袭 中创高雄一连放了好几天的台风价 不少产业都喊苦 尤其电力的部分 在林园工业区确实有全区停厂房 没有近一天 再加上周边运输的特定路线 也中断无法通行 一到上班时间 环保餐具工厂所有机具 开始勤奋运转着 它要运转都是需要用到电 但如果遇上了断电 恐怕让业者大伤脑筋 那可能会造成设备的磨损 然后像是马达 还有保险师的烧毁 那进而衍生的话 就是像我们的原物料 或者是半成品 就没有办法再使用 那另外一种是 比较严重就是营业损失 那营业损失的话 因为就是设备损坏了 那工厂就整个就停摆 那没有办法再生产 为此他们有准备发电机 但这只能供应紧急照明设备 30多台的机具 依旧可能会面临损失 没电就没办法运作 那像我们一般工厂跟厂房 都会有做投保 那这个当然也是工厂 在整进的时候 都会去做评估 毕竟我们这个产业 比较属于传统产业 那如果遇到像一般的电力 突然中断的话 我们的发电机主要是 供应紧急照明设备 电在你我生活当中 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 因为不管是手机 电视 电脑 通通都要用上 只是在十月初 山陀尔台风来袭 从高雄登陆 带来了强劲风势 就造成不仅在市区 还有工业区 都出现了停电窘境 高雄市统计 一度无电可用的户数 是多达了十八万户 工业区石化厂 也因此得临时停工 34家工厂 没电可用 长达一天的时间 这影响层面有点广 因为有两家评估 复电时间无法预期 产线没办法应付 只好直接全面停工 原料进来了 没办法处理 结果仓储也爆量 有业者不得已停炉 再加上特定的运输路线也中断 传奇连带跟着受影响 111年 林园工业区 产值达到2300亿元 112年 受到大陆请敲风波 只剩下1700亿元 而这回颱风来 上下游连带受影响的状况 恐怕数字都不太乐观 高雄发生的这个 其实就非常明显 这边就很多图 我们这种建筑物的这个 还有还有 这是我们的便电所 便电所里面这些也是 这整个下来 其实整个这个系统 就会被因为影响 就停电了 所以这次其实这个高雄 发生这个便电所停电 其实就是这些原因造成的 台电一直在做这个 所谓的电网的韧性 我们刚才讲到的 台风会造成那么多的停电 那就大家外界在测试说 你这个电力公司 你的韧性抢不抢 那韧性其实一直在做一些 相关的防患 所以像大家也知道 我们有很多的地方 如果他是迎风面 那有可能就要考虑到 他我们的感线 能不能收到这个迎风面 这么大的强风 去去所谓的这个抵挡的住 颱风来袭发布警报后 真的得要绷紧神经 任何一丁点小状况 都不能马虎 虽然只是个小东西 就可能会造成供电出状况 台风天造成有形无形的损失 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多更多 我们整体的经济 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那因为台风的这个关系 大家没有办法正常去上班 那所以说呢 生产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 但它主要影响的地区 是在南部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准确预测它的动向 所以我们其实啊 从南到北 那个所有的县市 都在放台风下 它整体的这个影响 可能比那个 你刚才提到的石化产业 受到的影响都还大 所以也有人估计 我们台风价放一天 我们那个GDP的减损的金额 有可能是超过300亿 每年台风来不来 无可避免 但每每一来 又是放台风价 又是灾害影响 总让企业寒苦 尤其电力 这一段 民生日常出状况 经济影响损失程度 都是一元起跳 尤其上市上柜的公司 一丁点风吹草动 都相当惊人 TVB的新闻 庄岐元先伦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